《流星飛過後,去月前的一秒分享會》 現在開始 展翅清建計劃 香港電台第二台 舞台劇 《流星飛過後,去月前的一秒》 關於劇名《流星飛過後,去月前的一秒》 其實已經說了電光火石之間 那一刻中究竟你會選擇怎樣 最重要是把握你在面前有什麼機會 你可以捉得緊 然後可以將你更優秀的一面展示出來 這個舞台劇由展翅清建計劃 跟我們香港電台第二台合作 我們會議是四位年青人 他們參與過展翅清建計劃的學員 一些奮鬥故事 改編而成 四位主角的奮鬥故事 能夠為其他青年人樹立榜樣 讓更多的青年人透過展翅清建計劃 確立目標 找到自己的事業方向 振翅高飛 不明白他們在想 為何要這樣說我 為何我不行 沒有可能 那我唯有自己努力一點 去做給他們看 後來其實有一句說話 我當時很深刻的 他們就說 你們這班小朋友 如果肯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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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學不懂呢 其實這個真的是 對自己一個成績的肯定 對自己一個人生的肯定 錯了不要緊 就試一下 因為原來這個計劃 是會令到我們 更加接近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就 希望透過這件事 去分享自己的經歷給大家 見到小飛 今時今日的成就 我們會開心 他八年的努力 他已經可以成為一個 核准簽證員 我們都非常之開心 見到他有這個成就 我想現在的年青人 最重要是對自己有信心 做事要持之以行 只要努力的話 其實夢想都很容易達成 人生的路是很長的 後一點不要緊 只要肯努力 一定可以達到他的理想 我自己覺得 整個夢想的發展 其實有個歷程 如果能夠及早規劃的話 他的前途 就能夠盡在掌握 我相信年青人 如果憑著他那個不斷的努力 亦都一樣可以 好像展示清建計劃 今次幾個學員一樣 能夠獲得到一定一個成就 朝著一個方向去走 一定會成功 我祝願所有的年青人 都能夠夢想成真 2016年1月30日 1月30日 葵青劇院 葵青劇院 有我們的演出 有我們的演出 約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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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 一起去看流星 祝福